2021年5月28日 今天香港区院对2019年11日非法游行案件发出判刑 在这个判刑之中 因为这班被告人士全部都承认控罪 所以判刑现在就很简单发出来了 现在我们知道就是 黎智英被判入入14个月 连同早前其他非法游行案件判囚的14个月一起 刑期整合成为一共是20个月 即是加多了6个月下去 另外其他人士就有不同的情况 我们跟大家讲一讲 黎智英、李卓人、梁歌雄和何秀兰 因为早前涉及了818和831非法游行案件 已经被判即时监禁 黎智英和李卓人各被判是14个月 一样即是李卓人和梁智英 两个雄和何秀兰分别 被判18个月和8个月 即是两个雄18 何秀兰是8个 他们现在正在监狱服刑 同时涉及两岸非法游行的何俊仁和杨森 则获准换刑 何俊仁、杨森、杉仲阶、蔡耀昌、陈浩恒 吳文苑六人在判案刑最后 亦都在上个星期二被法庭撤销保释 全部要还压后程 到底获准换刑 即是那两个可以走出来 现在这就是关于2019年十月一日 非法游行的判决 那